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一万两千一百多点 涨到今天的一万两千九百六十点 五天涨了八百多点 起八百几点 想不到 如果想得到的话 上星期时你就不会去砍股票 你就不会把自己砍得血淋淋 所以上礼拜四这根长黑棒 我就说了 低点出现了 正好来到上升轨的下源 同时也是 相形盘局的底线 所以上礼拜我就说了 低点出现了 敢买的都会赚大钱 当时可能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看价量 三千四百亿 一根长黑棒 带量长黑 技术现行看都温室 怎么会撩到后面连长五天 起八百几点 所以有时候现行不是全部 政治人物的企图心 是更重要的一环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川普要选总统 他没有勾起来 你放心的做 台北股市 大的相形区间 你看到讲完之后 已经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今天行情 五天涨了八百多点 又来到一万三 难免短线获利了结 一定会出来 所以进行的 给你开关 一百六七点 一路下来 收盘几乎收最低 今天台积电 也是开高左低 台积电早盘 涨了十一块钱 大概占指数 占了七十几点 快八十点 到最后台积电 收盘涨两块钱 涨两块钱 占指数 也占了十七点 所以台积电占十七点 指数还跌了三十五点 所以今天 很多股票是开高走低下跌的 卖压有出来的 但重点还是在个股 地上去去路路都正常的 去管子你不要去堆 我去堆不就好了 你刚才一直跟大家讲联发科 告诉你 不好摸不好摸 我在那七百块就开始说 不好摸不好摸 长太高了 你如果真的要买联发科 三百三五四百就要买了 以林合研投资的 一个准则 好公司要买 也是买底部的时候 你三百不买 三百五不买 起来七百块就要买 做监管的 你看今天联发科 又大跌 五个五个 这样不到一个月时间 不到大概一个月时间 联发科跌到三十五% 现在没有人敢说联发科 是富国神山 反而变成老鼠屎了 拖累大盘 难胸难地 联勇 三百分之后也说了 起太高了 不要再堆了 联勇你真的要买 百五百六 你就要买了 百七就要买了 不是等到涨了一倍到三百 才去买联勇 而且我两个礼拜前就讲了 大陆要扶植自己国内的面板驱动IC 联勇首当其冲 一定要责掉 你看今天联勇破新低 两百四十二块 从三百多跌到两百四十几 联勇这样 两个百多时间也落到25% 所以高档下来很恐怖 一定要避开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追高 任何股票 好股坏股 会涨也会跌 会跌也会涨 涨高不要追 三百四都要来嘛 等下来你要减再去减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投资观念 跟投资原则 昨天美国股市继续涨 道琼83点 纳斯达克1.74% 你看纳斯达克这一波 已经涨了多少了 76%了 已经76% 不单是创历史新高 还一路飞出去 还一路喷出去 所以每天讲法都一样啊 我都没有改变 我没有变来变去 每天我都提醒你 川普要连任 股市是唯一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让股市下来 你看美国股市飙翻天了 每天都还在涨 非常不好题 昨天也创历史新高 非常不好题 82%了 8的2% 所以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八仙过海 这半期还继续要创高 从我讲完之后还继续要创高 苹果 亚马逊 微软 Google 辉达 特斯拉 特斯拉最夸张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Google涨2.7% 脸书涨8.2% 网飞涨11.6% 亚马逊涨2.8% 苹果涨1.3% 什么都这几支 而且都继续要创新高 微软涨2.1% 昨天最夸张是特斯拉 涨了6.4% 股价已经来到 2100美元了 我们来看特斯拉 有时候想一想 特斯拉它这个电动车 到底是地上开的呢 还是在天上飞的 如果是地上开的车子 那为什么股价会飞成这个样子 对350块 比较2100块 2153 那根本就是像是在天上飞的一样 还欲罢不能 所以当这七这八家公司 美国的八仙过海 还有一家room 还有一家是room 当这八家公司 如果股价一直不下来 你放心啦 你放心好了 放心的投资 放心的走 不要让它欲罢想 你看上星期时 你如果自己意志不坚定 被行星牵着鼻子走 股价砍掉之后 回过头来五天而已 起到这样 是不是后悔了 对不对 所以投资心一定要定才可以 心里一定要定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最热门的话题 当然就是在面板双雄 群创 108万张的成交量 108万张的成交量 怕死人哦 没想到群创竟然写记录 台北股市有史以来 个股成交量最大的一天 最大的一只股票 108万张 没人有这种量的 那更好笑的是 108万张这种这么大的量 竟然涨停一直锁不起来 这就学问了 昨天才18万张 今天108万张 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成交量里面 我估计啦 至少60%到70% 都是当充的 穿来穿去穿去一直穿 才会成交量 108万张 涨停还锁不起来 反正很热闹的股票啦 今天有在那边抢当充的 有买的 也在你公司啦 那当然群创价格是太低了啦 每股净值22块钱 22块钱的净值 股价才9块钱而已 22.5的净值 过去就像9块而已 那现在传出来 面板可能会涨价 本来就会涨了啦 两个月前消息就有了嘛 南韩三星已经全面退出 LCD市场 不再生产LCD面板了嘛 改财为外 生产券全部都以OLED为主 当然 南韩三星不会跟友达群创拿货啦 它主要还是会跟LG拿货 那其次在跟大陆拿货 不会跟台湾拿 可是少了三星的产出 市场供举会缩小嘛 那供举缩小 股价跟报价涨 这本来就是发生的事情嘛 只是这获利还是亏损啦 上半年还是亏了1块1啊 1.04啊 那我的习惯 了解我就不要摸啊 你再强赔钱我也不要 人要有完整 人要有原则 我还是以赚钱 高获利高成长 底部的股票为主 今天2409有达 成交量也有47万张 47万张 结果涨停都看不下 这也是有学问 你看这一天 这天 这天涨停板 成交量才31万张 31万张就收涨停啊 这天也是一路拉到涨停板 32万张 那今天竟然已经来到 46万张 涨停都还看不到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当冲 今天大家冲得很开心 冲得开心就好了 不要过度就好 每股净值17.2 股价10块钱 10.7 确实是委屈啦 可是获利的部分 还是呈现亏损 0.84元 所以在操作上是要小心 今天完全都是个股的表现 涨高的股票回到 都净胜的啦 那你只要是底部起来的 稍微蹲下的没劲 后面又起来的 今天国阳小跌0.25元 0.25元不多啦 这个回忆也没有太多的空间 指标秀就已经差不多了 随时又叮咚 我对家又开始说了 我对26元又开始说了 买了之后又参加除息 1.65元的息 后面还有个4.5元的现金减值 所以后面都会再起来的 今年贪八块钱 本来比到三八 安装啦 所以指数在13000你不要怕 台湾今年景气好的人 今年全球GDP预估负的5.2 台湾还挣的1.2 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全球名列前茅 起码15名走不起啦 反正的13名都有 所以台北股市涨是有道理的 我刚刚讲过嘛 纳斯达克都涨了76%了 本人报道题都涨了82%了 我们才过来3%而已 所以要有价值啦 只是大盘接下来13000要冲 13000要够关 金融国一直要回来 只有金融股回来 那整个盘过13000 才会踏实啦 因为金融股一定都是外资买的嘛 散户一般投资人不会去买金融股嘛 我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谈金融股 很多赚大钱的公司 富邦金 国泰金 中寿 包含星光金 这里面当然是以富邦金为主 富邦金这支钻 已经奠定了 富邦金前7个月 已经4.6了 4.6 今年至少7到8块钱跑不掉 104年赚6块钱 股价高点来到69块钱 今年赚7到8块钱股价竟然完全没有涨到 黄金交差才刚出现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没什么风险 可是一旦外资如果归对的话 那个涨起来也会很厉害啊 你看拜日这天 新高楼4万2千张 里面2万5千张 2万5千张都是外资买的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对金融看不清楚 没关系有兴趣你就买了 没兴趣你做白金也没关系 可是记得养成买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论怀泉也很好啊 你看我说完了论怀泉就这样稳稳的涨 稳稳的涨 论怀泉那一年贪10几块的公司 一年赚十几块钱的公司 只是有人炒没人炒而已 每股净值152块 高下到67块钱而已 这个至少来填息 都不为过嘛 对不对 那人家如果要炒 会不会把它炒到净值 股价来净值是合理 是基础的东西 不然有多大基 有16亿的股本而已 最终股票是很安全的 包含4147的中育 今天用掌停板 连三两天 因为跟哥伦比亚大学 授权病毒株 要开始用艾滋病的药 去做实验 对人体的实验 如果有效的话 马上会跟美国FDA 申请快速通关 所以股价连续两天涨停 大股东也是润态权 所以这个润对润态权 也是有贡献的 也是有帮助的 这种很安全的钩票 这都是很安全的股票 而且都是有机会赚大钱的个股 反而涨高的像PCB这种 像PCB这种 去那儿管 这又去那儿没空间 就剩下套在上面 等空担回报 这你现在去买 风险大 利润不多了 孟斯比特昨天强了一天 今天就转弱了 所以说不要去追高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文帽 又涨五块钱 你看我在礼拜四那天跟大家讲 下跌第30天 指标出现背离 隔点牌了 说完后连起五天 文帽连起五天 对255天 你去那儿290千 五天去多少 去42块 老板一句话 华为的事情影响不大 第三季的营收获利 还是会成长4到6% 老板公围 市场吃了定心丸 昨天外资也买了一千多张 这个短线上可能会震荡一下 可是后面是开启一波 新的30天行情 算后我就不讲了 我已经出清的股票都不讲了 说五个鸡 要稍微笑一下 算后我就不再提了 原相先蹲下来 苦来是机会 蹲下来是机会 任天堂新机 已经开始在酝酿当中了 原相是独家 取得 摇杆的 感测晶片 另外一档 2337旺红 独家取得 任天堂属与许 新机种的记忆体 跟游戏卡的记忆体 这里面尤其是游戏卡记忆体 商机更大 因为根据统计 买一台游戏机 因为你要买游戏嘛 你不买游戏卡 你就不能玩嘛 对不对 那陆陆续续买游戏 平均一台机子 至少会买九款游戏 所以游戏卡的记忆体的 内容 它的利润 是比游戏机的利润多九倍啊 多九倍啊 望宏独家取得 记忆卡跟游戏机 记忆体的供应商 外资已经连买五天哦 已经连买五天了 连续五天已经买了六千多张进去了 金融拉高搜 这支比较高 这个都是底部出现的股票 连续四股票 加上半年报成涨五倍 半年报成涨五倍 股价都没上升 中国票 你要怕什么 随时一涨就动了 随时一涨就动了 所以还有很多赚大钱股价还没涨的 金融拉高搜索 三十天三十天 从高点三十天下来 这个就第三十天嘛 昨天外资也开始回补持股 买了一千多张 这后面也开始去 半年报 也是成长一倍的公司 这就是好的公司 贪大钱的股价在隔店 所以大家还有很多赚大钱的机会 只好你不要去队贯就好 只要不要去追高就好 还有很多底部的基优股 还有很多啦 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你看最近奇迹也在飙 最近奇迹也在飙 对 3005的升级也是 我也是当时讲的 完全没有掌握当时讲的 一路飙去 那你现在再去追就不好了 你应该41 42 43 随便你没的 那现在都已经飙到将近51了 今天最高50.8 那基盘在那里就没有意义了 对 对 自家维新 包含自行 这都是管店的股票 这个都高档的股票了 高档股票你再去投资 辛苦啦 辛苦啦 要贪钱赚啦 风险相对是比较大的 对 顺达 今天小涨 顺达也是随时会冲出去的哦 给大家看过 对 包含中光电 对 中光电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 你看说完后 这种很难得的机会啊 这种很难得的机会啊 很难得的机会 打来都给你追的 这个刚才开始称而已 顺达 每年8月9月的营收 都会冲高 因为很多新品在发表 所以每年8到10月份 都是大多头 每年8到10月份 都会大涨一波 106年也是 那今年 获利写下7年来最好 要不可以开戏的哦 要不可以开戏的哦 我这次 礼拜天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我就要跟大家谈这一个 9月台股的新重额 9月台股的新重额 什么意思 现在手机陆陆续续在发表了 大陆的OPPO 小米 Vivo 包含华为 新机都已经发表完了 紧接着 三星的 Note20 Galaxy 还有折叠手机 Note20已经发表了 Galaxy即将要发表 现在连 宏达电都发表新机了 华硕也发表新机了 华硕也发表新机了 紧接着 苹果也要发表5G的新机 那包含平板 笔电 耳机 你知道现在新款的 现在新款的5G手机 很多都已经没有 耳机的插孔了 所以你耳机都要用什么 用无线耳机 所以很多品牌 现在开始在出无线耳机了 包含游戏机 下半年 PS5 Xbox Switch 新款 都在下半年 年底要发布 那这些新的游戏机 这些新的商品 它的供应链 哪些售位是最大的 我会把这份资料整理出来 来跟大家做报告 9月台股的新宠额 让你知道 9月10月哪些商品 会亮相 带动它的供应链 哪些公司 售位是最大的 所以未来两个的 这是最重要的话题 我在这个礼拜天 下午2点 台北厂讲座 来跟你做报告 来跟你做分享 报名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